《茶博士乖论》 第2节 大家看后面的新闻 今天这些国际传媒的头条 都是股市大乱 我不知道现在行之收多少 稍后再看看 但我们在预告已经说过了 其实是关乎矽谷银行 从那里一爆 接着就连环船 直至到Credit Suisse 即是瑞讯的股票 现在是大乱 那民传就是沙尼亚一伯 即是橙油那些金柱 就说不科水了 但是我相信美国政府 或者瑞士政府 其实都早有准备的了 那么博士 前因后果这件事 怎样去理解呢 全部都是局来的 从我个人来说 就是一个局来的 你查回资料 前个星期已经很多人卖了股票了 他们自己的银行的脑子 是的 还好像直供银行的脑子 以前在雷曼宅 是高层 昨天全部都是犹太佬 还有美国的矽谷下面的储蓄户口的白人 是 是 早十几天已经有人通知他们 嗯 是剩下你这帮黄总大陆猪 所以这个是劏猪行为 哦 即是 OK 因为很多中国走钱出去的人 搞什么搞物呢 他就利用这家直谷银行 就是支持你的初创科技 什么什么集资搞的嘛 嗯 他做的行业很小的嘛 嗯 他不是你那些本身的普通的银行来的嘛 全户那些全部都是你借钱多 有些人摆钱或者利息好 嗯 所以为什么美国突然加息这么急呢 我早就告诉别人是有一个后着 这是一个后着之一来的 嗯 通常美国加息没有这么速的 知道吗 是慢慢由零息加到五厘、六厘的嘛 很快的知道吗 嗯 他就是有一条数据了出来 何时下手、何时下手 迫到你这些银行呢 他们输哪里呢 他正常他买了债券收息 那时候他零息 那他一定没有规本的 嗯 他将那些存款的钱买债券 因为你银行贷款零息嘛 嗯 大家他加息加不厉害就糟糕了 嗯 因为他要卖债券来顶数嘛 因为他给不到利息 是的 所以他卖债券顶数呢 其实美国知道的 嗯 因为他帮他没事的 他为何部署到这么快 你大哥那些鬼佬的东西好 很慢嘛 怎会48个小时可以接收到啊 清到墙啊 拍胸口 逢借户口里面的钱 我们照起 是的 第一招 就全部稳定军因 其实很多人都走光了 是的 所以白种人都没有人走光了 已经离场了 你自己剩下一群黄色猪 但他都不希望社会有震荡 他立刻就彭一声就我们照起了 你的市场就顶了 据我所知 烧多了两间而已 据我所知 烧多了两间都是这一类的 嗯 都是这一类的 虎坛长毛这个web 他就立刻列了几间香港上线公司 和这一间 是的 这个现在给我们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直谷公司 直谷的银行 和其他银行 和中国的企业之间有什么关系 有人就说 喂 如果你汇丰这么快去 那就不用政府接受了 那我上保就自己 汇丰可以 那个帐帽保持住 那就不用洩漏这些秘密给其他人 这个就是汇丰 是英国的汇丰 是英国的汇丰 跟香港汇丰没有关系 香港汇丰没有关系 他们是分开了的 他政府是 和他们是不会输的 因为一看 还有数美是可以的 所以他们没有死亡 但加拿大都是採取了这个步骤 跟英国 立刻接受 有好处 其实就是大家跟你拆骨 纤皮 但是最伤他目的变成 就是你所有中资很多 那些古灵精怪的人的钱 那些就大了 因为那些最多赔25万美金给你 但是他看了你的了 你没有赔钱了 你放几百万美金就只剩25 照政府赔了清盘 你有什么快手 杀到你尽 好了 瑞讯他又是类似这样的 但他们因为不应该会出现 怎样会做大庄的 瑞讯 怎样会输呢 他就不应该出现 是基某种的政治压力 他现在又是要联手玩一套游戏 逼你不敢出来 我就清盘你 你敢不敢中资那些人走来拿钱 不敢的了 是不是 所以是很厉害的 我的钱多到不得了 所以现在政府 你我收政府 他不用你外人买的 政府会鬼鬼小小接收之后 你这些人给你一个限期 你什么时候出来登记 你不敢来呢 就forfeit你 很厉害的 他们玩这些游戏 你不敢去搞的 全部是大杀三方的局 鬼佬怎么这么快的 做事48小时 如果怎么接收了什么都没有 在旁边就全部齐了 人马齐了 什么齐了 即是礼拜日宣布就下门埋毁了 嗯 下门现在你们市场不好试的 好了 还有他乘机 清掉你其他那些不健康的银行 有些银行仔中资有参与 有些古灵精怪的 他一个旅修查团就清了 斩断了你的融资财用什么财用什么 古灵精怪什么 是一个大电脑数据要这么做 嗯 就是我个人的看法 但是就 如果这次是这么说 就是如果你的分析是我们去跟的话 你就说加息的趋势继续了 嗯 清延长呢 给一个贴士大家会富贵 会有一两只货币高到你不信 嗯 会啊 会反弹到高到你不信 那你黄金已经弹了很重要了这一段时间 哎呀 他们是赚钱的嘛 你没份赚的嘛 对不对 他玩什么游戏 哪里是有什么好处 他是知道的 嗯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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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玩了 你没得咬的 嗯 这么多专家 按谁的制有什么反应 他是不是一早就叩饿了 是不是 那些钱是我们赚到的 叫做我们有少少情报 这样就跟到风 是 就是以前我们说的 你们普通人赚不到的大钱 嗯 所以现在还有些金融国家 这些外汇市场的大庄 政府呢 是每年花很多钱 拿这些情报 嗯 因为你的国家怎么办 譬如新加坡 如果他没有资讯 他怎么办 这些金融情报重要 是啊 譬如南美那些 有国家全部 全部卖了这个 卖了虚拟货币 现在他又杀你那些 Bitcoin 对啊 Bitcoin又杀到 又杀到云 现在他清这些银行呢 现在你没有了这些银行 你会对的嘛 嗯 所以变成了 你是全都散了 嗯 清墙的 但是如果 譬如我们再来小市民 那现在 是不是 都要想一想 如果有些钱 是不是要买些金呢 我觉得你小市民呢 应该走到英国啊 加拿大啊 买些铺子收租 哈哈哈哈 不真的 是 便宜的嘛 是啊 比如加拿大 你买些 楼啊 收租啊 好过了 我们看我们的传统 嗯 嗯 到今时都行的 你永远都是 有土职有财 嗯 我买一层楼给一半 一半分期 上那份收租公留会 即是说十年八年后呢 你那层楼一半价钱买回来 嗯 还没算升税 最重要是它补到值 嗯 它实业只是实业 嗯 等于现在你 你传统的方法 弄开一点点 为什么传统方法那么厉害呢 如果 那个哥哥用传统方法 就不会再出事的嘛 嗯 就像哥哥最近在那个 Google那里 对不对 第三次嘛 哈哈哈哈 好了 我传统方法怎么办 我带两个手指 带个手机 整定了那些手哥哥在那里 一看到如果我们 香港队入决赛 嗯 我就立刻 走去 和你拿定 我进去你那个主播室那里 嗯 我带上手指去 带上声 嗯 就指定我播 是很笨拆的 这个方法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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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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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是 是 大家都要保护自己的 因為美國這次有25萬的包底 香港人有50萬 如果大家的網友家裏家爺仔有幾個人 你分開擺了你的錢 50萬一降 是的 沒錯 你又不肯撈屌 以為我做VIP客戶 買500萬 我撈你分分鐘撈你 你撈到尾 你說哪間銀行信得過 我心目中就堅堅信不過 理由是為何呢 有個觀念很重要的 你不要被銀行嚇死你 總之我放錢進你的銀行 你的銀行就是我的債子 我才是債權 是我信你的 我存錢放你的銀行 你就是我的債子 債子你怎樣知道 幾個時候仆街 你說哪間最好穩陣 沒有一間穩陣 可以告訴你 隨時 隨時真的沒有一間穩陣 所以你們利用政府的政策 分開擺50萬 不過50萬 有甚麼事你都可以收回 譬如我擺500萬 到時吹雞收皮 你懶惰五條 便不見四百多 這些是不影響你的 只不過你沒有一間穩陣 那一間穩陣 便會被人放棄 對 EIP是嚇五解 因為現在多數EIP 是過百萬的 我們先合不合 總之我真的要做 我們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看這件事 從一個政治角度去看 為何那麼多中國有錢人 要放錢在外國銀行 那你叫他放在哪裏呢 就算香港愛國分子 你叫譚耀宗好 梁美芬好 現在那些忽然愛國好 他拿了一千萬個 會不會放在中資銀行呢 你信不信會會放在那裏呢 那班正仆傻來就有份 你不是碰你 做人大常委譚耀宗這傢伙 李慧琼現在這樣這樣 你問他自己有沒有外國籍的家人 那些兒子有沒有外國籍 是吧 譚耀宗更糟糕 還要叫那些媳婦的兒子 在澳洲開移民公司回去成都 你怎麼點那些人走資 點那些人離開中國 不是點你的 凡是打著外國招牌的 就是正立人殺 他不只是廢物 那是毒物 但中國政府是要用這種毒物的人 他是沒有良心才肯幫他做一些壞事 有良心的人怎麼可以做中國共產黨的打手 所以你不能介意他劇情需要 就是中國共產黨是需要用這些人 做自己打手 你有良知的人就不會跟他做打手 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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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突然搞了抗美人出來 是吧 我裝在那裡整個想學江青二世 那樣 搞笑 是吧 他快要慘了 會被人起底 唉 這些真是 我當他可憐 很可憐 很可憐 你看浮世戀曲 有些悲劇 大家吃花生看戲就好 但也要說一句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他什麽時候有江湖 他那些都不是江湖 他那些是屎堂 他那些屎堂 你哪有欣賞你 你江湖走出去 有江湖地位嗎 他沒有的 是 我們當他臭死 人大政協 不是說得罪 是吧 我那一次跟你說過 我要洗手 但我不洗手又怎麽 後來五福強 就是說 我得罪人 我以後去那些酒會 逢我一見到人大政協 我握手 正式握手 我握到中聯辦的副子 他那麽飆了 他又見到我見鬼 我一摔下去 我一摔下去 我沒見你這麽久 我一用內功 我一摔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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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笑 我一摔下去 所以我以後 我一見到人大政協握手 我以後 我以後 用內功 一摔下去 讓他們摔下去 一摔下去 一摔下去 手指骨都幾乎 很大 你讀公局 我笑笑口 就幫人打招呼 你可不可以見鬼 其實我那一摔下去 我那一摔下去 你又見到我見鬼 既然說了人大 順便說了人大會議 人大會議 兩會 非常好事 在我個人而言 為何會好事呢 壞事留給別人說 很多人談的 世界有談有唱才行 因為我們遵守 我們現在中國人 遵守中央的指引 說好中國的故事 說好香港的故事 現在說好中國的故事 好與不好 你自己平熟 怎樣好呢 第一好 風雨飄搖之中 都叫平穩過渡 因為中國歷來 都是權力膠絕 死人塌樓 毛澤東1976年 從歷朝皇帝 爭錯位 都死人塌樓 對嗎 刀鋼劍影 華國鋒過濟機 反正在中國 公庭政變 公庭政變 實際上是 整個中國最危險 就是權力膠絕 這次 叫做全票通過 喂 我們中國人很威風 你們不知道怎樣威風 我講些威風 你叫歐洲美國所有國家 去選舉 做不得到的 傳票通過 是不是威風 你不要管他用什麼手段做 做壞事厲害都是威風的 做到都不容易 因為我們習大哥 跟著他 好像李強那些 是不是 是 傳票通過的 人大委員長都是 那麼容易做嗎 你做給我看 所以我們是正面說的 所以他們夠膽出來說 他這個民主選舉 是全世界最威風的 因為這些傢伙做不到 是只有朝鮮王朝做到 金氏王朝 伊拉克做到 多年撒達姆 對不對 這個現象 是不是 所以都是稀有動物來的 好了 但另外在坊間 在網上很多人新聞 那些什麼KOL說 在這裡踩我們習先生 是不對的 有些又說他 他現在那天 三連任 就跟袁世凱 111年前 3月10日同一日 清帝 村人聯起來 就說習先生清帝 我說你有沒有搞錯 我幾個遺憾 清帝有什麼不好 英國現在也有清帝 日本也有清帝 你不敢說英國日本差 所以那些評論員沒有水平 中國歷代也需要有皇帝 所以我支持習近平做皇帝 整件龍袍 但你記得要學回我們中國的祖先 遙信禪讓 有禪讓 有禪讓就行了 哪一個做都沒有所謂 那場戲而已 好了 你美國沒有皇帝 你中國也形容他的美帝 帝國主義 他叫帝國主義 他穿西裝做皇帝 喂 清帝沒有用 他現在 我們習總書記 就說是學袁世凱清帝 多了 袁世凱很厲害 失禮你 厲害人 大哥 有創新軍 創拳頭黨 學拳嗎 這個 團匪 是不是創拳匪 對不對 很厲害 袁世凱 扮學 是人才來的 大哥 他做不了皇帝 他不會 如果我當年那些新帝 一定在做得緊 為什麼呢 他要搞家天下 因為他做皇帝 是君主立憲 是禪讓的 袁世凱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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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現在中國 把習先生做皇帝 最重要是把龍椅 他們不肯弄 中國歷來 就蓄勁在龍椅上 你知道為什麼蓄勁呢 你有沒有想過把龍椅蓄勁呢 龍椅是中國的圖騰 是狀狠大阪的 他是虛構的動物 對不對 好了 在十二生肆那隻龍呢 沒有意義的 嗯 要先查一下 你沒有意義 你做龍來做君主 不肯聽人說話 那就過了一個混蛋了 崇禎人不聽人說就死了 是的 明朝 所以這個大忌 如果我們習先生做皇帝 我就會教他用一個什麼形象來做一張龍椅 就不是叫龍椅 就沒有整條龍在這裡 龍沒有椅的 鼠沒有牙的 老虎沒有頸的 十二生肆沒有一件事是缺一門的 只有人才齊全的 你會留待日才說 所以我支持習近平做大帝 嗯 千萬不要不做 中國走出來很威風的 現在走出來完全沒有威風的 如果幾十年 四九年到現在 一打開說中央那個畫面完全沒有威風 你說做皇帝很威風呢 整個佈局不肯同 現在英國有了 日本有了 那些人不屌英國不屌日本 你說我們中國做皇帝 沒有所謂 但是現在懂得善良 有一個善良的製造 是吧 因為這個穩定的轉折權力 對中國非常 很重要 我自己也說過幾次了 你說所謂獨裁 我們不批評其他東西 但問題是一到權力轉移 是呀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當年我們這個年紀也可以 毛主席 林彪 親密戰友 都死 劉少奇 又是 不是林彪才要上隊 是呀 那這次也不同了 因為王岐山下了 反而現在就是韓正做國家副席 不過這個你遲些再說 但我想問博士一個問題 中國人是不是有做皇帝人 有 大家很多人知道的 在現在的今時今日 今年我不知道 有了疫情我不知道 沒有疫情之前 中國每年都最少抓百幾二百個皇帝 嗯 有些農區鄉村 有兩個前的人 他召集了八人早上 開庭的 登朝 登朝 上朝 是的 穿了龍褲 穿了其他東西 你記得 好像孫立軍 在他家裡 孫力軍手頂到龍褲 哈哈 即是江部那個 是的 孫力軍 很古怪的 所以因為中國人的基因 是有個皇帝夢的 嗯 另外大家不要忘記 你是用香港人的角度看中國 但在中國裡面的農民心中 他已經當了毛澤東是皇帝 是的 我自己親眼見過的 在那時候 毛澤東應該是生技 是的 我下了去 在兆山那邊 那些人對著他像 燒炮掌 拜 莊香 是的 我最記得的是莊香 即是他不知道皇帝 他哪個是神來的 是神來的 是的 但在民間 所有 至少有 龍褲周圍有十億拜的人 包括幹部 家裡 是擺了毛澤東的像 是早晚莊香的 嗯 不只是皇帝那麼簡單 他們需要 為甚麼呢 現在很多中層幹部的家族 是毛澤東出現他們才有今天的功名利錄 嗯 我覺得對不對 如果 所以你看過那些車都拜毛澤東的像 當是神武保佑自己的嘛 嗯 家裡有神主牌有鬼的 拜毛澤東 如果不是他 他哪裡有今時今日翻身機會呢 嗯 所以大家的世界不是用我們角度看的 嗯 不是我們角度看的 所以毛澤東的聲音 那些地方呢 非常高 所以到現在 他那副鹹魚擺在天安門 還沒有人敢動 雖然拍了板 把他的那個靈鳩 要擺回湖南 是是是 但沒有人敢動 你沒有理由 放那副棺材在自己首都裡面 那裡有個隱蔽的 是 聽回來而已 未經證實 嗯 就是等他每天升降 是 是 等他死了都不能安樂 哈哈 哈哈 那裡有一招 做什麼事情要這麼搞 因為當年他也有很多人受害 很多人得益 很多人受害 很多人受害 所以受害的那些人都成了暗招 好了 但我們看回今天 說習先生第三次登基連任 在我們個人來說是好事 但為何會有人選擇我日子呢 這裏都值得相確 究竟習近平身邊的人 辦公室主任知益或不知道 或者扮不知道 或者扮不知道 是很嚴重的 是 那這個真是 我們又 或者他無神力不管 但據我所知 中國那些幹部就很迷信 越高層越迷信 嗯 是吧 他說口叫別人很迷信 毛澤東也是 口叫別人很迷信 自己最迷信 是吧 所以這個是有了一個隱蔽 為何會選擇我日子呢 你一看就查到了 袁世凱登基 3月10日 他們有選擇過3月10日 所以他登基後期 現在看網上新聞很多 中國很喜歡聯想穿作附會 哇 又說黃沙塵布整個北京遮蓋 太陽變成了藍色 嗯 好了 美國找到那天 直攻南方爆煲 哈哈 你明白嗎 是你才喘起了 不呀 我們真是衣服都清 我覺得對不對 然後怎樣呢 遇上飛機 蘇聯和那隻機又遇上一遇 是吧 我們也會說過這件事 所以他們是 但是很古怪的 他們那些 異兆和時間 那些東西 是有很多是醜巧的 但我們是給信心 習書記 亦都給信心自己中國人 股物量怎樣都好 中國一定要穩定 既然他的政權轉折 穩定下來 那現在 習近平在這幾天 我們習大帝在這幾天說的話 是對聽的 嗯 我們是強不做霸主 以前不是這樣說 以前是做地球霸主的嘛 現在已經彈領了嘛 嗯 對嗎 那他下去俄羅斯訪問 那裡搞什麼 我們還不知道 但起碼現在他說 是個個出來宣誓 公開畫面 接受人民監督 終於中華民共謀國獻法 嗯 是不是呢 兩樣東西的 所以將來我們跟你說話 首先我們根據獻法 什麼什麼 密萬餘 我們亂這樣說的了 嗯 多好啊 講得很精彩的 大家看看畫面 你看看李強他們各個宣誓 政治局常委 整堆站在這裏 包括習先生帶頭的嘛 終於中華民共謀國獻法 嗯 好了 既然他的畫面 你們打官司應該拿上去的 嗯 你憲法保護言論自由嘛 新聞自由嘛 是這麼簡單的 嗯 大家可以慢慢慢慢 就可以據你力真的 嗯 因為證明現在中國共產黨 撥亂反正 他不做是不行的 因為他流下來那麼多蘇州市 養了那麼多幫派 將中國分了地盤的 那就是貪官污吏 嗯 他現在進行清黨 在清黨過程呢 得罪那麼多人 他不聯任死人的 是啊 這個就是整件事 那個歌 哎 你權力這一下就很可憐的 是啊 你要明白他不聯任死人 不是他死 在旁邊左右都死 是啊 因為親家太多 是 我覺得不正 是 所以叫做這個 他又可以叫做人在江湖 其實真的 你是不是人在屎堂 你有沒有周身臭 身不由己 不過我也想一想 其實這些都是很危險的狀態 你想想 史太林 生前都是說 死後被人鞭屍 是啊 現在就叫做 中國人 你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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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些老百姓 最重要是你 搞什麼制度都無所謂 你一定要有誠信 政府無信不立 你可以不瘋子玩這個遊戲 你說清楚就可以了 是啊 不准勾結外國勢力 你不清楚哪些是外國勢力 搞什麼 我就連不理工師 不去 你說叫我們不要勾結外國勢力 你就送領子女去英國 歐洲美國讀書 你說沒有開領子 外國戶口 我叫你 我們做老百姓不順 你說清楚 你以身作則共產黨 我玩得起 我就陪你玩 我玩不肯起 我就可以走 我覺得是對的 長記 台長 是不是 你伊斯蘭教這麼嚴 都有人可以跟你玩 是啊 你共產黨說清楚 你共產黨員要與身作則 就不要學現在你香港 賺老百姓忽然愛國 屌你 你不要李維瓶之頭 譚未珠 梁美芬 那些老百姓 黑衣 這些垃圾下沒有勢 你不要威口叫人愛國 你不要自己找笨拆 台語中最糟糕的 中國的 為何我這麼討厭這個人呢 民宣大地震 他不是左派籌款 你知道他捐什麼拿出來嗎 嗯 他說我捐了一支 那時候叫他參加奧運開幕 我捐了一支火具 我捐了你老母 你老母 真的不是點你 這班正硬家產來的 香港共產黨用那班人呢 是突然用你那些壞蛋的嘛 他不是壞蛋 怎會和你共產黨做打手呢 嗯 我希望我們習先生上場撥亂反正 不要出那麼多壞蛋 堂堂正正做一個好的共產黨員 做到的你就做 做不到就別做 是吧 嗯 做不到就別做 是吧 用不著要糟糕 你怎麼閉嘴大眼說謊 是吧 沒有叫你認壞仔 現在美國是全球霸主 是供應的 你不肯信都沒有人用的 那你就合作 我們講來講是與和為閉的 你現在的共產黨是有能力做到與和為閉 所以他現在搞到沙特和伊朗 復交 復交 這個我們真是大好事來的 因為你表現到你中國政府的影響力 嗯 這個是中國人的光彩來的 你鬼都做不到嘛 是 我不管你用什麼方法管理清怪做到 都是中國人的光彩 證明我們國家有影響力的 對不對 嗯 好了 但這個影響力影響到多久呢 就很難說了 你怎麼問天才行 哈哈 那幫傢伙 你睡著頭又是另一套的 對不對 你沒有了 開心字啊 是不是王毅哥 老公 古靈精怪搞些事 幫忙忙做叔叔 做大龍鳳 做大龍鳳 怎麼讓我們好看 不肯出奇 嗯 因為大家有好處而已 怎麼做呢 如果我翻桌就放石頭 哈哈 對 不過鬼佬呢 對這件事呢 評價很高的 正面的 正面的 我們看到後面 就是說 中國將這個美國 在中東那個 就是儲道權呢 的假設是粉碎了 那大問題就是 粉碎了之後 誰是中東的霸主呢 這件事呢 要小心 嗯 在我們以前做工作的老前輩教落 逢鬼佬讚你 一定要小心 一定大領祿 是的 嗯 因為對他有益 我才會讚你 希望你做多些 哈哈 因為他有憑濁運 哈哈 知道嗎 紅鬼佬公開讚你 你一定要小心 嗯 即是說你的動作呢 對我有利 嗯 我才會讚你 讓你做多些 嗯 有可能你再做下去呢 就你都摸到街 的 哈哈 你明白嗎 因為你一捲了進去那個 以色列和伊朗的鬥爭呢 嗯 你什麼玩什麼玩 嗯 到時候有之後 他沙地這班人 和伊朗再返逃 我怎會共產黨 不知道站在哪邊 嗯 你知不知道 是好好的大項 嗯 所以千萬不要開心 逢鬼佬讚你 嗯 鬼佬哪會讚人 一屌你 一讚你你就要屌你 你不要狠狠開 哈哈 我們現在的經驗 這個 我們下一節回來講講 美國的陰招 和現在這個 黑海那裡 即是 話說是俄羅斯的戰機 撞倒美國的無人機 我就不太相信會撞到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無人機的速度這麽快 你的戰鬥機怎麼會撞到它呢 這個我覺得很大疑問 留待會說吧 那個黑海是我的地頭 好 下一節回來